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是邻居多多 陕西有千年古城西安 革命圣地延安 还有延地故里 宝鸡等知名旅游城市 接下来大家赶快坐上飞机和我开启今天的陕西之旅吧 我们第一个目的地就是陕西省的省会西安市 这里是中国四大古都之一 历史上有十多个朝代在这里建立国都 是一座历史非常悠久的城市哦 我们现在要去参观的秦始皇帝灵博物院就更厉害了 这里有号称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兵马友 他们是中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的地下军阵哦 你们仔细看 他们每个人的衣着打扮和表情都不一样 有的好像随时都要上阵杀敌 有的又眼神忧郁 我猜可能是想家了吧 有的小朋友可能会说 这不就是一群小泥人吗 告诉你哦 这里分三个区域 每个区域都是不同的人有 这披着铠甲拿着弩的 是跪射用 头大圆形小帽 切码拿弓的就是骑兵友 周围还有一排排 转骑的战车和战马 其实最初的时候 他们还有鲜艳的颜色 只不过时间太久 慢慢氧化掉了 这八千多件兵马友 还是专家们研究秦朝服饰特点 军事机构的重要资料呢 秦始皇陵兵马友 还被列入了第一批中国世界遗产 每年来这里参观的游客都非常多 看完威武的兵马友 接下来我们再向东飞登上卫南市的华山 感受一下吧 你们看 这连绵不断的山峰四周 都是悬崖绝壁 我们脚下就是华山最高峰南峰了 站在上面 简直和站在云彩上一样 你们再看这边 是不是像刀切一样呢 一眼看下去 就是深不见底的悬崖 华山的千尺状 是一条山上的大裂缝 坡度接近垂直 需要人攀着锁链 才能爬上去呢 长空战道就更惊险了 这是一条从石头上 凿出来的路 必须身体贴着墙壁 挂上安全绳索 脚踩悬空木板 才能通过 想想都紧张呢 小三琴提醒大家 灯高一定要注意安全哟 最后呀 我们来到了延安市 遗川县参观世界上 最大的黄色瀑布 湖口瀑布 这里是山西省和陕西省的 共有旅游景区 哇 这巨大的河水轰鸣声 真是太震撼了 我们可以看到 瀑布上游的黄河水面 非常宽广 而到了这里 突然变响 河水倾泻下来 就像从湖里倒水一样 这也正是 湖口瀑布名字的来源 湖口瀑布有八大旗 其中两个是 水底冒烟 晴空下雨 这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呀 这冒起的烟 和落下的雨 都是瀑布落下来 激起的水雾 形成的奇特景观 所以 人们站在观景台上 才能真实地感受到 黄河的磅礴 和湖口瀑布的咆哮 除了这些地方 我们陕西省 还有大雁塔 大唐芙蓉园 华青池等 著名景区 都有着悠久的历史 秦岭地区 还是大熊猫 和金丝猴的天堂哦 等着大家来玩耍呢 说完了玩 咱们再说说吃 陕西菜 又称芹菜 最早可以追溯到 六千年前的 养勺文化时期 是中国最古老的菜系之一 特点是 煮味突出 煮料突出 香味突出 通常以牛羊肉为主 吃起来 酸辣鲜香 不知道小朋友 有没有尝过油泼面呢 在煮好的面条上 铺一层厚厚的调料 最后 再淋上滚烫的热油 碗里炖食 滋辣作响 扑面而来的就是 辣椒的香味 我最喜欢的美食呢 就是羊肉泡馍啦 吃这道菜可讲究了 首先 膜一定要做得酥脆 然后掰成一块一块的 大小像豆粒一样 放在碗里 再淋上肉汤 这样 膜能充分吸收 汤汁的鲜美 再配上辣酱 吃上一口 真是好满足呀 就连北宋著名大师人 苏东坡尝过后 都说 龙传有熊辣 秦烹为羊羹 意思是 如果说 甘肃的肉干一绝 那到了陕西 就是羊肉泡馍啦 除了油泼面 和羊肉泡馍 陕西还有许多 好吃的美食 锅盔牙子 扫子面 麻将凉皮等等 绝对好吃到 让你停不下来 吃饱喝足 我们再去溜达溜达 哎 你们听 是什么这么热闹呀 啊 原来是 安赛妖谷 这是陕西省的 传统民俗舞蹈 号称 天下第一谷 延安市安赛区 更是妖谷之乡 表演时 最多可以 上千人同时进行 真是太壮观啦 你们看这些大汉 头上围着羊毛巾 腰间系着 红绸子和妖谷 号令一起 鼓点密密麻麻 有快有慢 时而高起 时而低落 表演者 配合着 罗虎和唢呐 左蹦右跳 生龙火虎 展现着黄土高原 农民的朴实和豪放 古时候的安赛区 可是军事要地 据说早在贤汉时期 人们就会 击鼓传递信息了 妖谷是战场上 必不可少的宝贝 后来慢慢演变为了一种 庆祝节日的 民间娱乐活动 距今已有 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除此之外 还有陕北民歌 榆林小曲 凤翔彩塑等 特色民俗文化 可有意思了 今天这趟陕西之旅 我带大家参观了 壮观的 秦始皇陵兵马俑 神奇险峻的华山 和细世磅礴的 骨口瀑布 吃了美味的羊肉胖馍 还欣赏了一场 特色的安萨妖谷 我们陕西 是中华文明的 重要发祥地之一 不光风景秀丽 还有很多美食 等待着大家来探索 欢迎大家来陕西 找小餐饲玩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